不得我啊 沒有電嗎 換電 有供電嗎 有,不過不是最強的 不是吧 說實話 一電為何是1650 18是直徑 65是長度 有力,就是圓柱體 其實就是工業用的 既然工業用的,那顆粒容量不一樣呢 顆粒都不一樣,等你量一下才知道 測試是怎樣做的呢 用多功能的充電器 測試有電池容量和電阻 一條街那顆 274mA 電阻125 工貼2355 電阻50 第三顆Personic 3363,電阻44 內潔3053,電阻53 結果都是Personic最高 很容易 Rekatup很離譜 自己有多少mA 2,200mA 外箱水面要高 可以的 電阻呢 電阻的數字是怎樣看的 有甚麼作用呢 電阻越大的話 差不入 即是去到百多 即是電量 丟得夠一遍 其實甚麼數字之內為之好呢 44到50 容量測試了 但風量會影響呢 我們試試了 嘗試的主要是 嘗試的電能不能爆 第一顆 沒有牌子 百秒街電 最高是每秒5.4米 不過開了3分鐘就已經沒有電了 第二顆是供填電池 最高風速是每秒5.5米 第三顆是Panasonic 最高風速是每秒6.1米 最後是內潔 最高風速是每秒6.5米 四顆調 你怎樣評價呢 阿尿街的顆 其實一定不用了 供填電池 20元的話 都可以只用一下 保持 保持 配合 裝力和內潔 如果你進大廠的話 落晶一定會好些 那我腹子肉吹 拜拜 阿子提提大家 有些1650會有斷路保護裝置 雖然安全性會高一些 但是電池會長一些 如果想放在巴椒線上用 就需要剪短線裡面的彈弓 這樣電池才能放得下 最後給大家一些提示 由於這個電池長了 位置比較迫 要用脊椅出來 就要崩潰 所以建議大家這樣把電弄出來 另外由於剪短彈弓原因 所以舊的電放進去的話 是會有過鬆的情況 所以是用不了 有些災害得也是 明天心 是否資料